欸你看這個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 很強烈的一個有趣的畫面 哈囉各位兄弟們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 今天呢我們繼續玩我們的新模組吧 哇又發現了以前舊的那個模組有更新齁 他叫做普羅米修斯模組 那早期好像老頭有稍微介紹一下普羅米修斯裡面有那個 三角龍或者是 呃...易特龍之類的那種裝甲版齁 那這個...那一集我不知道各位兄弟們有沒有看過 不過他現在又更新了多了非常多的東西 就像我們現在所看見的齁 他多了這個普羅米修斯的套裝 普羅米修斯的裝備 功能其實我不太懂啦 反正...他這上面的英文都是一字的 反正他們的這個能力好像都沒有 都沒有什麼特殊能力 就全部都是加300裝甲跟一些屬性抗性 然後就這樣沒了然後多一把大劍 然後這把大劍的話 好像是劈下去會有閃電效果吧 好...我們找的是三角龍四刀 有沒有...劈下去就有閃電效果 然後會稍微加一點陰炫值 好...那如果連劈的話呢 連劈的話好像就是一直被電而已 沒什麼太大的功用 然後這個一個盾呢...這個盾呢... 好像就是一般的盾牌 我沒有實際做效果耶 沒有啦...不是效果啦...我沒有實際做測試耶 說真的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那...基本上這些都是一些小東西啦 那最主要的東西還是恐龍啦 不過...我晚一點才會告訴你那些恐龍多了些什麼 我們先稍微介紹一下他這次新增了一些小小的道具 後來老頭稍微研究一下阿 發覺阿...他這一次呢...我看一下喔 他這次說明了說他增加了一些無限狗爪跟一些馴服的工具 阿...就是無限狗爪是馴服工具嘛 然後...信號槍...無限信號槍...無限的...那個...那個... 無限的那個叫什麼...甩鎚喔 可以馴服...可以抓住恐龍的甩鎚 然後呢...還有方舟工廠跟秒燒熔爐 這些呢...都是他們新增的一些工具 那我們先一一稍微做個介紹齁 我們首先先介紹一下工廠好了 他的工廠蠻特別的 他的工廠是分好幾種 像是你們現在所看到這個叫ARK工廠 他呢...超級OP 我告訴你 你裝了這個普普普普普普羅米修斯模組 你就不用出去外面採集了 完全就靠他就好了 你只要有什麼...你只要有汽油 不過呢...他們要價不肥齁 他們...呃...嚴格來講 你們還是需要去外面稍微收集他們的材料才行 如果是用指令的話倒是無所謂啦 你看...給你們看一下ARK工廠喔 他光是普羅米...普羅米ARK工廠的話呢 就要1000...就要3000水泥 啊...元素碎片1000...金屬丁 我跟你講這個數字喔 你不...你不...你不想辦法用一些特殊管道獲取 我覺得...你用基本生存 我看你一輩子也弄不到手吧 好不好...光是...元素能量碎片 應該就弄到你哭出來了 啊...如果你要用正當管道去獲取的話啦 啊...像這個諸如此類的也都是啦 3000...1000...3000... 啊...這個就是1000...3000... 啊...1000...3000...3000... 啊...都是千起跳的 但是擁有這些道具呢... 我告訴你...你就是... 不用去做任何事情...躺著...躺著賺錢那種概念 好不好...直接跟你們講為什麼吧 反正我給你繼續看一下這些全部都道具 這些都不是我自己收集而來的喔...很特別吧 這是幹嘛呢...你只要放汽油在裡面就好了 你看喔...我放5個汽油在裡面...他會自己增加 有沒有...你根本不需要去猜什麼...你就只要在坐在家裡等... 東西就進來在你身上了...你完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耶... 這些相關道具全部都跑出來了... 這ARK工廠根本是一個超級作弊城市啦... 除了這個之外還有什麼...我稍微給你們講一下喔... 呃...這個是...啊...這個先講也沒差啦... 這也是個工廠之一... 我告訴你...有了這個東西... 出去買飯也不用買了... 會自動順到你的面前... 繳學費...繳電費也不用... 那個...金錢會一直揮到你的戶頭... 好嗎...這麼好看的東西...還不趕快撥電話... 好...以下09878787... 歡迎來電... 現在限量100組... 才剛講完剩下5組的... 還不趕快打電話過來... 我告訴你...賣完就沒有了... 停產了...老闆...老闆跑路...只剩100組... 好...那我廢話不多說喔... 你看這個...上面這個寫著... 汽油工廠... 汽油工廠呢...顧名思義很簡單... 你只要蓋好之後呢... 丟你的油在裡面...它就會一直產汽油... 而且是每個單位產5... 還滿不錯的吧... 這跟我之前那個方舟影片那個什麼... 甲蟲... 支援產生器那個甲蟲是差不多的一個概念啦... 好不好...那我們就先讓它停止生產好了... 這個是汽油工廠...這是ARK工廠... 然後呢...它總共4個工廠嘛... 我們再介紹第3個好了... 第3個這一個的話... 看英文介面不用想... 它就是靈魂元素碎片工廠... 元素碎片工廠呢...也是一樣是丟這個汽油在裡面... 它每一個單位生100個元素碎片... 然後我們繼續齁... 第4個呢...這個呢...不用講了... 元素金...元素能量... 該怎麼翻譯喔...看一下... 呃... 能量元素的工廠... 也是一樣丟汽油進去... 不過呢...它比較刻薄...一次生一個... 一換一啦... 好不好...這是一換一... 所以說呢...你有這4樣東西... 我告訴你... 頂天立地的... 你可以不用出去做工了... 你什麼都不用做就等... 汽油進去...什麼都有...跟你換... 好不好... 然後呢...它還有秒...那個... 秒...秒...秒燒...秒燒熔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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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熔 就是很簡單嘛 你把汽油丟進去 然後呢 我真的有沒有金屬油 按一下打開 快給我燒喔 啊 馬上就瞬間 啪 五顆金屬錠 是不是 啊 超丟的 這個模組逆天了 好不好 那也不要問我說我身上的套裝怎麼到手的 我是用指令 好不好 都能老實跟你們講 這一次呢 就是 他也多了一些小小的東西 像這個 只要一顆石頭就可以換取一個 自殺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之前就是 我剛剛就是學了之後 吃下去我就死掉了 就是你 嘿嘿 這個類似類似 拿到之後你就自由了 這是一個惡搞的東西 你只要把他吃下去你就掛掉了 我那時候就掛掉了 莫名其妙 OK 然後掛掉之後呢 這個功能就是這樣子 沒什麼太大的作用 再來呢 最主要就是這一個 10個能量元素可以換取這個飼料 我們可以大概做個10個來著好了 我們就做10個好了 先暫時做10個 這個可以拿來馴服那些在外面發現的普羅米修斯的這個恐龍 普羅米修斯恐龍呢 我們之前第一次在錄的時候他大概只有兩三隻 現在已經新增到將近 七八隻左右了吧 讓我們稍微去看一下齁 看見了有沒有 啊 嚇我一跳 原來是帶絲 看到這邊有一隻的墨油 是不是 你看他的血量 好 就知道他不是好惹的吧 我還看到另外一隻不知道跑去哪裡啦 算了 反正這就是普羅米修斯的那個 恐龍 好不好 全部都是普羅米 普羅米修斯 好的 那我們接下來呢 拿走我們超級馬醉槍 不要不多說 我們也做了差不多這個 普羅米恐龍飼料 恐龍食物 我們一隻一隻慢慢來齁 看一下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對了 是不是跟各位講 他還有鞍 他還有製作鞍的那個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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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應該怎麼講 製作鞍的那個 一些材料 跟一些道具 這些恐龍都是要鞍才可以上去的 所以說呢 你把它馴服你沒有鞍你就不能騎乘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開始吧 第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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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一下第一隻 普羅米修斯 在上面在上面 好看到 第一隻呢 普羅米 普羅米嘟嘟暴王龍 會不會死掉 我不知道啦 反正呢 召喚出來就知道了 我們站遠一點 以防萬一 一開場就攻擊我了 啪啪啪啪啪 差連往生 這個就是我們之前早期那一隻嘛 不知道有什麼改變喔 不管了 這是什麼意思啊 可以用能量元素碎片直接跟他換取喔 跟我直接給他有什麼差別 對啊 跟我給他直接有什麼差別 我先丟一個上去 他自己會製造耶 然後呢 然後呢 沒有反應啊 等一下這次不能抓是不是 啊要兩個是不是 他上面寫兩個 哈哈這個有問題啊 不能抓大哥 啊不然我直接給你飼料好了 奇怪啊這是遊戲bug嗎 啊奇怪啊我的普羅米修斯的 能量那個勒 飼料怎麼不見了 欸 欸 是我眼殘還是我沒看見啊 我剛所做的怎麼都不見了 我剛不是有做嗎 算了再做十個好了 這是見鬼喔 對啊 欸怎麼只做一個 這個遊戲 這遊戲正常嗎 好沒關係 他現在還在暈眩嘛 我們直接把他丟一個進去好了 啊對啊啊他這個 他這個沒作用啊 算了不管了 反正總而言之呢 上面那個不要理他 沒有任何作用 這就是什麼普羅米修斯 嘟嘟暴凰龍 欸他這個不用安耶 直接上耶 喔 跟之前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啊 哇可是 起死攻擊力也太扯了吧 哇靠 起死攻擊力 20萬左右耶 啊如果我們召一隻 召換一隻來單挑會怎樣 召換一隻一百等來單挑好了 喔 把他打死了 然後他就在莫名其妙消失 消失了之後呢 什麼東西也沒給我 好的 好那這是我們之前的副解 我們不要理他 好這就是我們的普羅米修斯 嘟嘟暴凰龍 這麼的煞氣 這麼的煞氣 感覺好像掉到那個什麼 掉到水銀坑這樣子 嚇死人了 來我們看第二隻 非要不囉嗦 這一隻呢 普羅米 Dragon 普羅米的西方飛龍 靠北啊 一下都死了玩啥 哈囉各位兄弟們 喔剛剛呢 少愛老頭錄了 暫定13分鐘左右 結果呢 他給我 當機了 他給我 當機了 所以說呢 我們剛剛前面展示的東西都消失了 無影無蹤啦 所以我要從頭再講一次啦 恨啊 恨啊 爛遊戲啊 應該是說爛錄影軟體 老頭是不是該換個錄影軟體了呢 可是我覺得這還是很好用 唯獨就是要當機很靠北而已 好算了不管了 我們從頭介紹一下吧 基本上呢 我怎麼突然覺得好 好難過 基本上呢 這些普羅米的這些恐龍呢 都是有些經過一些強化 那這個應該是之前你們就看過了 好不好 然後呢 他的右鍵呢 是會吐 三發毒液 不過他的毒液傷害非常的低 不過他們的基礎攻擊都非常的強 好不好 不相信嗎 還不相信 我們來召喚一下 我們召喚一隻蜘蛛 你看光是輕輕咬就像五十幾萬了 就是嚇死人 是不是很強 然後我們這個 普羅米修斯飛龍呢 傷害也是極高到一個不行 右鍵也是很厲害 C鍵呢 是類似放各種的破壞死攻 衝擊波 一次放五發 連蜘蛛都不是敵手你知道嗎 直接召喚出來讓你們看一下 五發放下去 什麼都沒有打到太好了 右鍵 燒死他 左鍵咬死你 把他咬死了 忘記學那個全技能的抱歉 等我一下 全技能的話是這個 好 然後呢 這一隻 所以我們先學一下飼料好了 飼料剛剛應該講過了吧 再來就是 這個 這個嘟嘟霸王龍 嘟嘟霸王龍的威力還是跟以前版本一樣沒有任何的削弱 我看一下沒有任何的削弱是吧 但是他的功能就是比較陽春 就沒什麼太多功用 就是咬比較痛 咬一下多少 21萬 其實也沒有很痛啦 然後跟一個破壞死光是沒有聲音的 好不好再給你們看一下這就是我們的 普羅米 嘟嘟霸王龍 好不好 我要趕快簡單帶過 因為剛剛 全部都 影片全部都消失 我都哭出來 金剛也是一樣 沒有太大的改變 好不好 我們來 我們召喚一隻蜘蛛來試刀好了 順便跟各位講一下 他們普羅米修斯有一些需要他們專屬的鞍 他們專屬的鞍才可以上 才可以騎上去喔 只有這點你們自己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來我們召喚一隻蜘蛛來玩一下好了 呃 來 哎唷 一下100萬 轉一圈 消失 哈哈哈 也也也也 也太快了吧 好不好 其實我個人覺得呢 還蠻酷的還是我們的這個啦 普羅米南方巨獸龍 好不好 他是需要安的 他的威力也是非常強大 他的右鍵還可以踩木頭 有沒有 應該嚴格來講不是踩木頭啦 嚴格來講是他的範圍蠻廣的 你看這隻鳥 啊就不知道飛去哪 有沒有看到他飛那麼遠 有沒有看到左上角那個小點 他卡在那裡了 應該知道威力多強了 再來就是左鍵 左鍵一般的咬擊 然後沒有其他功能的 他就只有這樣子 普羅米南方巨獸龍 嚇死人了 啊這就是早期的普羅米三角龍 右鍵一樣是發射這個雷射砲 然後他剩下其他功用都沒了 又找這不得性 是吧 其實我覺得他還蠻弱的 其實真正最弱的是這隻烏龜啦 你別看他這右鍵的砲擊這麼強大 我告訴你 其實呢 威力不怎麼大 然後走路又很慢 很稠 只是拿來運輸吧 如果說 你要當運輸工具 他應該算是個不錯的選擇 好了 我是不是都講完了 哈囉 都講完了嗎 那我們接下來呢要介紹一下 這個叫什麼來著的啊 嘟嘟飛龍普羅米 普羅米嘟嘟飛龍 我們剛剛就卡在這裡當機對不對 所以說呢我要先 U比一下讓他不要當機 好的 我們現在稍微調整一下 希望他不要再當了拜託 再當的話我要重錄了 本來錄13分鐘 我現在快速講解 已經只講了4-5分鐘 也算不錯啦 縮短 縮短你們觀看的時間嘛 對不對 也不浪費你們時間 OK 然後我們稍微看一下 我們進度到哪裡了 我們的進度 沒有錯 我們現在指令召喚一下 這個普羅米嘟嘟飛龍 來吧 不要再讓我掛了拜託 這次呢比較強大 需要大概射3-4件 才可以把他射暈 拿回來你就死定了 我告訴你 先把你射暈再說 唉唷呀 阿不是很強 阿 再一發要你命 搞什麼 來 我們先把我們東西 裝備先裝一下 我靠裝了就肚子又是怎樣 吃東西 好的 我來想想 現在已經把我暈下來 整個倒頭摘了 剛剛就這隻還有當機嘛 拜託不要再當了 幫我直接給你 要你命 好了 誰阿 這些昆蟲是有事你 自不量力 自不量力 是不是 這也自不量力 自不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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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通是做基金 阿你要怎麼讓我上去啊 我們現在才來展示一下 嘟嘟飛龍 普羅米嘟嘟飛龍 那個西劍不要當機喔 好 好的 各位兄弟們 按C鍵會當機 那隻嘟嘟普羅米 按C鍵會直接跳窗阿 我是講真的阿 已經跳兩次了阿 阿不就好加在剛剛有錄 有把那個錄影線關閉 阿不然就卡了 阿當了之後錄影檔又損毀 阿我是不是又要重錄 阿如果真的這樣子的話 我就不錄了阿 我就今天就不 今天就放生 不出影片啦 氣死我了 好的 來 我們要重新訓服一下 這該死的嘟嘟飛龍了 有了 這個不需要安的齁 不需要安齁 我們千萬不要按他的C鍵 絕對會當機 我們只要 X鍵呢 X鍵是兔毒喔 然後C鍵會當機喔 千萬不要 好的 來我們看一下左鍵攻擊 爆了3萬 右鍵是雷射 他的C鍵是什麼我就不清楚了啦 這實在太恐怖了 好不好 我暫時不敢碰他了 不然當機又麻煩 這是我們的 普羅米 嘟嘟飛龍 哈哈哈哈 當機終結者是你 你讓我開了三次 開了將近三四次的ARK了 好不好 這個模組呢 如果你們有人在玩 千萬不要 使用他按C鍵 絕對會掛掉 好我們後面還有其他恐龍呢 我們廢話不多說 我們繼續 來祭嘟嘟飛龍之後呢 我們找一下 普羅米嘟嘟 普羅米嘟嘟的話 是一般的嘟嘟 欸 跟第一個 普羅米嘟嘟有什麼差別啊 欸這我就不清楚了 他這邊寫 普羅米嘟嘟 欸 來試試看 啊 一樣的東西啊 還是說這隻有雷射槍 一樣啊 這隻是一模一樣的啊 算了那不要理他好了 我們看下一個 趕時間 來 下一個是什麼 普羅米 普羅米的這個 Rock 普羅米的熔岩巨石 試試看 普羅米熔岩巨石 出現了 等一下 普羅米熔岩巨石居然不能用麻醉 麻醉馴服 打屁打喔 要把他咬死了欸 那我們只能強訓了喔 這傢伙 普羅米 普羅米石頭人欸 好丟喔 右鍵 抓個炸彈往西方上丟 不會爆炸有點可惜喔 會兩段爆 我們找這次來開刀好了 兩段爆擊 蹦 9萬2 C劍 不要盪 哇 雙重攻擊 C劍是這樣子 那 X劍了沒有 左鍵 左鍵連續兩下 三十 三 三 三十萬 喔 有FU有FU 還有什麼功能 我看一下 C劍就是丟那個嘛 然後是 欸 轉 完全沒有傷害 太好笑了 好了 我會直接把你弄死好了 喔啊 把他咬死了 我們居然還打到這個藍土欸 好丟喔 又沒有什麼差 欸 這個藍土只要一個 就可以做了 有出來嗎 沒有啊 喔 一個碎片 然後這個是十個 所以說我們打到這個比較賺 欸這樣子比較賺了 用這個就好啦 嗚 好爽喔 一換一 然後我們製作藍的是一換十 我原來打這個有機會會獲得喔 好 這是我們的普羅米的 這個 普羅米是偷人 好不好 好我們放生他不要理他 來我們看下一個 下一個呢是 這個我就不知道叫什麼了欸 他這英文名我不知道怎麼去說欸 沒關係 招出來看一下要知道了 這什麼東西 喔 毒蟹子啊 毒蟹子啊 可是這毒蟹子怎麼會這樣子啊 欸不見了欸 不見了欸 這樣子我要怎麼抓啊 再一次好了 先把他引到遠一點的地方 讓他出現 欸他在幹嘛啦 起球喔 算了我不用暈的我直接強訓好了 有了有強訓了強訓了 哇靠這個比較酷 欸可是他會盾地也怎麼回事啊 技能嗎 按C鍵是什麼沒有 X是什麼 右鍵 右鍵是噴雷射會不會傷到自己的 自己的朋友啊 自己的夥伴 哈囉 看來是不會 這是安全雷射 非常的安全 好的 這是我蠻喜歡的 外型很適合欸 好酷喔 普羅米的毒蟹子還蠻大隻的 左鍵就一般的刺激 好然後沒其他功能 C鍵沒有用 X鍵也沒有 利鍵也沒有 吃一下 20萬 還不錯 普羅米 普羅米毒蟹子 唉唷 可愛餒 太恐怖了 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接下來呢 這隻是什麼 招完出來看就知道了 施教授 普羅米施教授 也是人丟的 然後呢 射不到 別這樣嘛 我靠也是需要好幾隻劍 欸他會把他弄死 他會把他弄死 啊他要死了 我覺得我直接強訓好了啦 煩死人了 我個人是覺得直接強訓了 我也快沒材料了說真的 我是不是按錯什麼啦 你不要飛啊 再一次 這一個吧 有有有強訓到了強訓到了 單挑啊 單挑怎麼傷害這麼低啊 普羅米的 絲舊獸 右鍵 西鍵 哇 西鍵屌喔 不要當機對不起 西鍵他到底怎麼做攻擊啊 一個怒吼欸 我覺得 我覺得這些傷害 不是啊 對啊這絲舊獸啊 我剛剛 乍看之下 我還以為他什麼 你知道嗎 我以為他是那個 絲尾蝎 這些工作交給他們好了 把他把他引過來 他過來了嗎 說他不想理我們 讓他繼續在那邊 甚至滅好了 所以說的功能 也就只有這樣子而已喔 還蠻酷的啊 普羅米的 普羅米的這個 這個叫什麼 19獸 酷酷的 我們結蛋帶過 我們再看一下 這隻是什麼 普羅米的reporter reporter就是這個啊 喔這個很酷 欸這個顏色 跟南貓巨獸龍有得比啦 來快起來 這個應該要安啦 這個安我自己已經做完了 哇今天是改版超多東西的欸 哇可以跳這麼高 右鍵是什麼 西鍵什麼 欸什麼功能都沒有啊 哇 召喚欸 重生吧前軌 還你原型 有啦 哇 咬他讓他知道我們的厲害 哇他在攻擊他 這個有帥到喔 但是咬不到啊 一直被推飛就飽啦 右鍵呢 右鍵沒有功能 一開始鍵呢 欸你看這個形成一個很強烈的對 很強烈的一個有趣的畫面 哈哈哈哈 怎樣 白米賽跑你 好吧我也是醉了 欸欸欸 不要撞我不要撞我 你們要玩自己去一邊玩吼 我們繼續看吼 看一下 欸古神一龍 很難得這裡會古神一龍 來來來來 要讓他們繼續在那邊玩耍吧 我們這邊再召喚一次好了 啊 Fire Fire 咬 喔喔很兇很兇 咬一下八千多滴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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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直接召喚一隻來玩好了 單挑喔 咬他咬他 喔喔一個一個一個大 哇 他們也會召喚啦 欸 欸 你也知道你會嗎 一起一起 哇 根本是自殺突擊隊嘛 有得玩了 有得玩了 大亂鬥有得玩了 哈哈哈哈 好敵喔 死傷慘重 我可以再召喚啊 欸欸欸 哇 自己回血是怎麼回事 大哥 救我 喔 哇 暴龍的樣子耶 也是很酷啊 欸 真的是介紹不完了 我說真的 我們好像有做 有沒有 做他的鞍對不對 欸 好帥喔 有點帥耶 普羅米 暴王龍 是哪一個鞍啊 這一個 這一個 不要當機喔 拜託 死亡火焰 C劍 喔 大屁弓 放個屁這樣 X劍 沒功能 哇 這個 這個骨絡 這個骨絡超級機械化的耶 顏色也很鮮豔啊 可以跟他單挑嗎 他在那邊囂張耶 喔 有 有 有 這個傷害蠻可觀的 這傷害蠻可觀的 又見 但重點是咬不到啊 動作太慢了 欸 欸 正式一點啊 不要只會躲啊 只會躲 有什麼意義 啊 我決定想要把你弄死 因為實在太煩人了 欸 現在跑的是什麼意思 正面上啊 正面 正面 你還咬我 欸 終於敢正面上我了 是吧 啊 終於解決你了 太煩人了 普羅米 暴王龍 長這樣子 爽 我喜歡這一隻 愛辣 超級喜歡 再來呢 就是 普羅米的 普羅米修斯的這個 雨暴龍了 普羅米修斯雨暴龍了 我們來看一下樣子 蛤 射不暈的普羅米修斯暴王龍 這個是沒辦法馴服的嗎 我已經射第二箭了 他完全不理我 欸 雨暴龍哥哥 那我們強訓你好了 好不好 你說這樣子好不好 還是要後面餵死 強訓了 那 直接上來 這個雨暴龍是召喚出來的吧 這個 這個雨暴龍應該是用這個 召喚方塊造出來的 應該是 只是他需要收集超 收集一些大量的高級材料才有辦法 這個我們之後這個 這個之後你們自己玩才有辦法去 獲得啊 咬一下兩百多萬 因為他體型 因為是 特殊 特殊體質的關係 比一般暴龍還要大隻 那 右鍵會有一個封阻的概念 那他右鍵召喚了一堆 迅猛龍出來了 三隻 C劍是什麼 哇 等一下這個是 根本是召喚大部隊吧 這樣子好嗎 我們再召一隻出來玩好了 咬他 那血多少啊 攻擊攻擊 沒咬到 攻擊他 快點 暴龍龍上 咬咬咬咬 哦他們也召喚 他們也召喚 哇 等一下這個怒猴怎麼用的怒掏 我也要 AX劍嗎 哇 我們這邊有人死掉了 我這邊有恐龍死了 哇 大戰啊 把你咬死 這是重點 AX劍 AX劍 為什麼他剛剛可以怒掏呢 為什麼我不能怒掏 太丟啦 哎呀呀 有了 這個最後一隻了 普羅米修斯 是與暴龍終極大BOSS 他上面這樣寫的 看來是不行的 這是BOSS級的耶 跟我們一般好像沒什麼太大的差別 有差嗎 好像並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算來打看看就知道 打不贏我也沒差 Fire 先召喚一下 我們的小蘿蘿 還有我們的迅猛龍 一起出來 攻擊 攻擊攻擊攻擊 哇 咬死他 打爆他 混亂啦 太混亂太混亂了 這個場面太混亂了 哈哈哈哈 搖 搖我贏了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 喔喔 嚇我一跳 嚇一下 大勝利 好終極大勝利 我懂了 我們來看一下死掉掉什麼 喔 哇 給各種這種心臟 材料 然後還有一些普羅米修士的一些鞍 沒了 就這麼的簡便 好的 這就是我們普羅米修士所有的這個恐龍齁 那應該基本上全部都介紹完畢了 不知道你們喜歡哪一隻呢 好不好 那很遺憾的 中間的片段因為當機的關係 就是那隻嘟嘟幫我龍害的 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一些遭遇 導致我拍攝有點困難 不過呢也順利的現在終於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講個訂閱 右下講個喜歡或是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模組接招再見啦 掰掰